某个周末,爱丽丝带着玛丽回位于乡下农场的家度假 他们到达的时候,天色已晚 玛丽在爱丽丝家人热情地欢迎下入住 睡前,玛丽去外面抽烟的时候 透过窗户看到了爱丽丝在洗澡 玛丽回到房间关上门后 戴上耳机开始自我宣泄 这时候,一辆车朝这座房子驶来 一个陌生男子走了下来 一阵阵门铃声将爱丽丝的爸爸从睡梦中惊醒 她下楼开门,却被男子残忍杀害 紧接着更是一场残酷的屠杀 躲在衣柜的玛丽亲眼看着爱丽丝的妈妈被男子狠心折磨 男子走后,玛丽走出衣柜 惊恐地看着冰死的夫人 却听到她含糊地在问,为什么 玛丽克制着恐惧去爱丽丝的房间 却发现此刻的好友双手双脚 都被铁链绑着,嘴巴也被堵着 玛丽安慰爱丽丝不要害怕,便试图帮她解锁 但爱丽丝却显得更加惊慌 突然,外面传来爱丽丝弟的喊叫 玛丽从窗户看到陌生男子用枪杀了她 男子回屋,从全家户上割下了爱丽丝的头像 玛丽去其他房间找电话 结果,电路都被剪断 回来后发现爱丽丝被男子扛进了她的户之后箱 玛丽拿着刀躲进去 本打算刺杀男子 却勿被男子一起关上车门再走 路上,玛丽安为爱丽丝不要出声 但爱丽丝还是哀嚎不断 玛丽用刀将车厢的门撬开 男子在加油站将车停下来加油 玛丽趁机溜进超市找人求救 不料,男子随后也进了超市 用消防斧杀了电源 男子继续上路 躲在超市厕所的玛丽出来后把玩警 开着电源的车紧跟着 乡间的路阴暗门走 玛丽被男子发现 车被撞翻 男子随即拿着手电筒赶来 受伤的玛丽从车里爬出来 躲进附近的温室棚 在木头上乘上铁丝 和男子进行了一阵打斗 期间,男子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 他让你兴奋吗? 他也让我兴奋 最后,玛丽将男子制服 确定男子断气后 玛丽回去货车找爱丽丝 此时,警察根据报警电话来到加油站 从监控中看到了玛丽将病人杀死的整个过程 玛丽帮爱丽丝松绑 爱丽丝却拼命挣扎 拿着刀对着玛丽 喊着玛丽杀了她全家 玛丽抱着爱丽丝不断地解释着 结果被爱丽丝捅了一刀 爱丽丝拼命逃离 这时,玛丽变成男子追杀着爱丽丝 男子拿着电锯对着爱丽丝的时候 爱丽丝喊着说爱她 男子放下电锯变成玛丽 亲吻着爱丽丝 爱丽丝称词捅了玛丽一刀 玛丽一直对爱丽丝说着 我不会让任何人介于我们之间 最后,玛丽住进了医院 玛丽深爱着爱丽丝 爱丽丝的家人是阻碍他们在一起的大障碍 分类出杀人狂这一角色 直至最后,她也一直念着的 不会让任何人介于我们之间 她对爱丽丝极致的爱 让她陷入精神的深渊 我们下期待会丽丝的爱丽丝 我们下期待会丽丝的爱丽丝